為了個子女離開 是唐然的 慢慢有些人走過去 都不是這樣 現在為甚麼呢 第一 移民 說真的 如果不是這次BNO 用這個Visa的方式 你不用想 投資英國2千萬磅 投資移民 等於下閘 現在你就可以有個機會 一般人如果有一個房子 買一層房子 我當你還未供完 那你怎麽都會有三兩百萬人在身 那你去找工作的話 那就真是結一步下一步一家人 總之安全全市自由有 講開這裡也不特別說 我們前天說過 在加拿大那裏 反正極度熱烈 不知道為甚麼 大家都是對 加拿大 台灣 歐洲 和英國的安居服務 是的 我們不一樣說 加拿大那裏 如果上前任沒有聽 可以再聽回 但是如果想理解一下加拿大那裏 記住 我們這個移民 求技術移民 只是幫你配工 只是幫你配工 有工作才過去 是的 你喜歡才過去 你喜歡不喜歡 當然在配工的過程裏 你可能會做到adjust 譬如 你是要去溫哥華 溫哥華 譬如我亂說 去溫哥華 現在只有這個消費市場 你會計師 會計師反而哪裏有 譬如在那裏 不知甚麼 Cackery有 你又不想去那裏 那你就要去想 究竟我是想做本職 會計 還是做 我的目的是溫哥華 你自己去想 這些到時我們再去配 但是想想 有份工 一個有腳落 有份工 除了經濟穩定之外 你就容易融入社會 至少小孩子 你們就回到學校 立即有公立學校 去買一輛車 租一間屋 然後買一間屋 眨眼 就可以拿加拿大那個 封業卡 然後入籍 再唱國歌 有空去搶奶粉 去美國裂裂些塑膠 沒有錯 加拿大都有 不用他專門說 跟郭倫多 直接找陳偉業 是啊 不過今天我們都會說陳偉業 剛才我在網上 看到有個網友 說其實我一戴衣服 很想過去有多少錢 就不可以說錢 大約 既然你這樣問到 我甚麼都會說 應該大約是70萬至100萬 看案 你說那麼多錢 那真的沒辦法 但其實是否有很多錢 如果你一戴衣服 如果有兩個讀書 或者一個讀書 然後幾年後 還有加拿大護照 我覺得很便宜 我覺得很便宜 你說我真的沒有 有時真的沒辦法 賺錢走人 關於我昨天發達大計 昨天跟林康正說過 林康正說果然是 但有一件事我突然想起 他提醒我 因為我都沒有談到 疏性 為甚麼呢 我怕他… 因為我發達大計 一定要有大量的貨品 我還沒跟他正式談 他來不及 你媽媽 要這樣做 對 所以一定要環環配合 但只要我能跟他談到 他能保證我那個數量 這真是發達大計 做一件最容易拘銷的事 我不會做銷售 那就對不起 OK 看上去好像很容易 其實很難 其實很容易 我覺得 有些人寧願做 說真的做雞做鴨 都不做這些 都不做銷售 我跟大家說 我剛剛入行做地產 做地產 認識了一個女生 和我公司 我進去做一個月 她就不做了 她每個月出糧 出…不多 當時2007年 三四萬四五萬 她不做 她問她做甚麼 她去傢俬店 畫傢俬 找多少錢? 一萬多元 我問她為甚麼不做 她說真的受不了壓力 她說做了幾年 已經有首期 那時候很便宜 100萬 白鬆一點買 第一成? 不是 金…什麼? 金屍? 不是 大圍金熙 金熙花園 即近火車站 對面走過牛園 買金熙花園 當時不止一百多 一百二萬 她收了幾十萬 當時購買幾千元 她說 那我買一萬多元就夠了 她一個女孩子 沒有結婚 是 跟媽媽住 她媽媽還有工作 當時五十多歲 可能做姐姐 那些 她說我不想做甚麼 我說不是 你做得到 因為她做得到數 她說不喜歡 那… 她是沒得說的 我們那時候 我老婆才經常說她 你怎麼不懂 不懂 那我又馬上 沒有人跟她說 是我 我說不是 人家都得到她的東西 人家真的不喜歡 喜歡畫家師 人家覺得找少一點 沒有問題 這個是選擇 是嗎 但其實 因為我跟她拍過 通常我們兩個人才做 她做到生意 我都覺得是挺奇怪的 因為她又不是怎麼說話 但是資訊夠 有時候又說彩數 其實做地產是很奇怪的 很多人以為你靠嘴 不是的 做地產 就是竅門 我不在那裡說 因為太多人熟了 說真的 你花了一個便盤 你說真的 不是你找客人 是你要給哪個客人 那個便盤是重要的 但是一個人都說便盤 你去幾招 有時候 你都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去跟客人做frame 你才找到一個便盤回來 去外面一千萬 放給你920 那這個 跟她做朋友就行了 那怎樣跟她做朋友呢 這也是麻煩的 對吧 因為你譬如有100個盤 100個客人 你要選誰呢 要設定目標 但設定目標之後 如果這樣刺死這個盤 又是一招來的 各行各樣 但是賣東西 都是有點天生 尤其是行街的人 保險和行街的人 兩個人很害怕 有些天生 我什麼都做過 我都不知道幾個人 我都不知道幾個人